好 我们最后来看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吧 对 应该说是这边最热门的一个户型了 就是109万的一个house 全新的带空调的 然后还带一个地下室的 在大温基本上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房子了 而且在就是说在年初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也卖了几个Mayportage这边的房子 年初的时候Mayportage这边的townhouse 差不多也得在100多万 所以现在这个价格已经跟当时的townhouse其实一样了 对 同样100万 那你这稍微偏远一点 对 其实 然后就换个house那也还是值得的 这独立屋就没有strada 这个就是完全独立屋 就是你自己的地 你自己的房子 没有任何的strada 而且还在一个地下室 那这个地下室可以干嘛的话 我们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还是可以的 而且你看这个比townhouse 那就不知道通透多少倍了 对啊 当然就是跟刚才这些豹布型不能比 但是它还是一个独立屋 对 再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地 对对对 就是相比像比比如说我们家啊 嗯 这个前院后院的这个感觉还是缺少的那样 它这前院几乎没有 它其实就是给你感觉更像一个townhouse 对对对 只是说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townhouse 它就是一个house 对 然后呢 我们注意到它这个后面的确是一个detached的这个车库吧 但是呢就是说是基本上是景安的车库了 它完全没有后院这个 就没有完全没有这个空间啊 这个满足不了我种菜的阅望 土地面就只有2390尺 就是说这个地上面全是房子 嗯 这个我们刚才查的地图啊 这个后面走路5分钟 然后就到那个这边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一个公园 对 然后再往北开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是golden years 对 其实挺方便 很适合这个户外爱好者 然后这个一楼就一楼就是一个厅加上厕所 对 其实用料什么都是一样的 然后楼上也是标准的这个三个房间 你这房间大小就是也是跟他就有一拼啊 看整个房子面积两千尺 嗯 哦两千尺 比那个1300还是稍微大点 大很多 然后呢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是不跟人家不挨着呢 所以说玻璃呢就是可以多多弄一点嘛 别比方你看这个都给你想好了 对这个是刚生小孩的这个 刚生小孩没什么钱吧 那先买个这个对不对 开发上的意思就是说你刚生刚结婚刚生小孩住这套 然后呢等到小孩稍微大点住这套 对 然后再大一点就搬那套 对对对对 这个人生轨迹全力想好了 然后小孩大了再搬到哈梅汤汤 哎那个墓地也开发一下吧 哈哈哈 然后呢主卧主卧就稍微就是像像那么一点意思 就是大小的话 对但还是就是挺汤汤汤的这个感觉 对 包括这个浴室什么都是小小的了 嗯 但是够用这绝对够用还是双持的 这个对 嗯 然后呢泡澡泡澡是只有那边有 而且他还还是有两个衣柜的 嗯 这个男主人的衣柜就小一点 对 然后女主人还是有一个不入室的衣帽间的 嗯 这也带个出租单位吗 这个不是出租单位 理论上是不能出租的 肯定是不合法的 嗯 但是呢 那他也其实可以挺齐的 有这么一个红酒房 哇 这小亮哥挺有享受啊 相比这个汤汤汤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嗯 汤汤汤这个城市是什么 车库啊 对 完全没有什么就是基本上没有房间呢 对 那这个还带一个地下了 那车库是就是分开的 还是一个House 就是毕竟是个House 毕竟是个House 我觉得这个这个区别还是很大很大 而且你还有很多自己的就是你的私人空间 可以跟家人分开时候用的 对对对 比如说一个小礼物 然后呢这个哦 哦哦 哎这不是这不是网红的房间吗 隔音瓦都给人用上了 对啊 高级的很 哎在这做直播哦 就是谈话节目啊 高级的谈话节目 真的 我可哎职业都往里想好了 我可对啊 太贴心了 Word from home 嗯 然后啊 我这这 可以在打这打球什么 其实你看帮你留好这个 这个是很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给你留好这些水电 嗯 就是说你要 比论上 耍赖机也可以 耍赖机也能耍 但是就是比较容易被抓了 对 没有自己的这个车位 嗯 然后呢 的确这个院子的 的确就就就就几乎 几乎不存在吧 哎 那个两个车位算是我的吗 那个应该是公共区域的车位了 你自己车位只有在这个车祸里面啊 看了这么多这个 Mapurage的房子啊 这个的确就是面积还是大得多 然后呢 价格呢 嗯 就是我可能价格还是属于这个几年前的价格 嗯嗯 就是觉得这边也没有特别便宜 但是 的确就是现在来说的话 就一百两百万以下 嗯 这种房子 这个全新的在就是不到这么远的话是不存在的是不是 对 其实到这边有一种就是你可能找不到10年前房价这种感觉 就可能15年前20年前温哥华那边就是这个价格 对 然后现在要到这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这样价位的房子 因为周边现在townhouse的价格并不便宜了 嗯 同样一百多万的话 那可能说怎么着你踮一踮脚这个是可以买到的一个独立屋 对 那肯定是比townhouse要更好的 只是说距离上肯定是更远的 对未开发好的这个区域的房子是不是就是今后生殖潜力也稍微大一点 嗯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这跟开不开发好的这个区其实关系不大 因为他都是在maple Ridge这个区里边嘛 嗯 就是说maple Ridge这个地方涨他也跟着涨 maple Ridge这个地方跌他也跟着跌 嗯 那房价其实涨跌差别更多的是看这个大区这个区域 越往核心区域这个房价就越稳固 越往maple Ridge啊越往远的地方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松动一些 是 像这次这个房价波动的话到那些Ipes for Chili Walk 那边跌的其实就挺惨的 像市里边其实就还可以 100万的选择 在这边我们可以买到一个带地下室不合法出租单位的这个独立窝 对 然后还带detached的这个garage 有自己院子有自己地 对 在刚刚就上一期我们讲那个Burke Mountain 可以买到一个townhouse 嗯 那再往里边Bernaby的话Meshatown 勉勉强强可以买一个三房的公寓 然后再往里边的话温哥华那两房就老一点两房公寓这样子 对 再往里面核心地段真的是一个小两房一个大一房差不多这样子都是100万 就看怎么选择 对 但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我曾经问过一些就是住在像温哥华东区的客人嘛 有一些像西人他们问他们说 呃你没有考虑过把温哥华的房子卖掉以后再搬出去可以买更大的房子 然后他们就反而就反问我一句说那你让我搬到哪里去 就真正住在里边的人他们是不愿意搬出来 那这个是没办法的一个事情 他不会选择这么远 然后呢所有人都想往温哥华和就是市区一点转嘛 对其实在这边可能很多年轻家庭在这边买房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方向 就是还是往里边去对对对最终还是要搬到温哥华去的 下期我们如果有好好看的房源再再推荐一下 好嘞好 下次见